周末假期本周的大萤幕芯片种类丰富多元 包含奥斯卡提名的《慰爱启程》 还有台湾偶像艺人立威廉的萤幕处女秀《混混天团》 电影的精彩片段带您先读为快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派的人生接近尾声 陪他走过半个世纪的太太和他最忠实的支持者 为了他的遗产闹得天翻地覆 改编自美国畅销小说《慰爱启程》 刻画出生命的种种矛盾 爱与愤 现实与梦想 正义与伪善 电容获引谈各大殊荣 包括本期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改编自日本推理小说的《众力小丑》 以一个性侵受害者的家庭为主轴 细腻地刻画出人性的善与恶 回街的主题却蕴藏感人的一面 让故事多了几分层次感 片子请到两位日本当红的偶像明星 更让日本票房刷新记录 台湾武器艺人李威廉转战大荧幕 摄影一名街头混混 电影《混混天团》是一个关于梦想 热血和音乐的故事 但片中还是有不少的打戏 一拍就是几个小时 再加上下雨的场景 可是把立威廉和范逸臣给累坏了 可以要活我们吗 我相信出个唱片 应该会比坎能难吧 一部附有想象力的日本动画片 《星子与千年魔法》即将历造日本连续上映五个月的记录 更被日本粉丝昵称为日本版的红发安妮 要带着影迷进入奇幻的冒险旅程 明天我们在这里都会笑 Sinco-chan 我们明天是明天的 Sinco-chan 明星文章心陈宇斌开的报道